宣告连结,然后取得 使用者输入的值的话 从ETMiles里面,那怎么取得它的值,用GateTester 点 Tool3 转换之后呢,转换回来,接收到是一个字串 然后要丢给什么,丢给这边我们也宣告一个变数,叫做Miles 然后呢怎么转型,这边 特别注意就是double.passdouble 就是把字串 转成double,double是浮点,就是有小数点的 然后存在这个变数里面 再把它怎么样呢 建立宣告一个那个km的一个变数,然后把它乘上1.61 乘上什么呢,乘上Miles 把它一乘之后,其实这个地方这个double应该是可以没有,没关系 就是把这个乘上1.61就是一个km 最后的话呢,再把它什么呢 放在那个set test,就是 把底下的那个 这个testview呢,set test,那里面 里面就加上一个时数 串接什么呢,串接一个km 就是把最后的km 显示出来就是多少km 那显示出来的话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所以最后的话呢 把它run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地方,那我有把这个最后完成的画面呢 存在我们那个云端 白板上面,那各位再去看 再去观看 因为时间 不太够 所以这边的话,大概带一下 那下个礼拜的话,我们再 把这地方再稍微做一个复习 那下一次的话,还会再讲那个多按钮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点击 转换,有没有这个地方就显示出来了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那个完成的画面,有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好,请各位自行在去,云端白板上面去看 好 好